老师,我们看一下 846页 我们讲的模型是 multificative multificative 这个multificative 由于你的 trend 需要成长你的细节性因子 细节性的因子 它的幅度有多少呢 反而算出它是纪念性的一个目标 那这次不要怎么算 就是我们现在也想要看 那到后来呢 我们想到它把整个的时间区域 把它开开分解成为 你是属于trend 就让它回归到这里 你是属于纪念性的 我们就回归到纪念性 那剩下的就是维克风格 所以如何把整个时间区域 它会分解成为弱班的 这样的程度成功 直接下来按照的工具 首先 从前看一下 847页 这边有一些数据 这个是电视机在过去 四年当中的每一期的电机的销售 那这个题目呢 所以我们先前呢 在1775那一期呢 在838页 手下降 电视机 你卖了多少台 每一个季节 你卖了几点如何 就是在1748 那个图上的也会写出来 然后我们想办法 把这个表啊 把它做出来 847页 按照 47页 这样的表 我们来看一下 年度 第一年 那么 季节呢 是 一二三四 第一年的事情 一二年 一二三四 一三年 一二三四 假设到我们就做到三年就好 那这三年呢 每一期 它的时机的销售 一年第一期是做到 四月八 第二期做到 六 现在你看看 由于你每一期的季节是这样的 Joseph 因为你是四季 一年有四季 所以祂能够做 你一年有四个季节 所以所用做 Morn area 4 Morn area 法语 每四季算一個平均 4.8、4.1、6.0、6.5 算一個平均值 就是相加的一次 多少 5.35 我覺得這5.35我們要寫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先前我講 我們做Moving Average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拿基數的 基數的 3個、5個、7個、9個 很少拿到偶數的 有偶數的產生的時候有點麻煩 像你看這邊4個 算一路平均 你得到的5點槍 5點槍應該起來十分 就有點麻煩 如果你是基數殼的話 你就對應到它的中間那個計 就好像說你是5 所以這個5點槍應該對應到第三個 你懂意思嗎 現在你是4個 所以你只能對應到中間 中間是多少 中間是對應的地方 2.5 有點討厭 待會我們再做調整 現在再下一個 4.1 加6.0 加6.5 加5.8 將加結果注意4 平均的多少 平均的多少 5.6 5.6 每個都可以做 所以呢 當我們得到這樣的東西以後呢 你接下來要做一件事 就是你現在5.5 是相對於2.5 5.6 是相對於3.5 5.8 是相對於4.5 比它同樣的概念 沒有人記憶是4.5 2.5 所以稍微做一個調整 要做一個調整 要做一個調整 要讓它對應於真正的企業 所以再做的方法就是什麼 再做兩個相比的兩個法相加 我平均 這個平均多少 5.47 5.47 5.47 第三屆 就第三屆 就第三屆 再來 5.6 跟5.8 5.75 這兩個東西 3 3 5 5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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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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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7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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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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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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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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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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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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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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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在這個地方 中軸線上頭我們剛用 Central Moving Area得到5.49 是中軸線 處理以後按理講應該是5.45 可是實際發生的是6.0 為什麼?因為它產生在 下季嘛 對不起這個季度下季就是高點 怎麼說是賣電視機的高點 冬季為什麼? 為什麼冬季大家喜歡買電視機啊? 有一個主要的理由你還是沒想到 比較有錢 比較有錢 看到嗎? 終於捐停了 為什麼比較有錢呢? 年終就是說 有bonus 我們這邊是年終獎金 它是一定有performance 知道嗎? 所以說聖誕節 正好是一年的年尾 那年尾的時候又會發bonus 發什麼incentive 什麼樣的一種獎勵機或什麼之類的 為什麼有錢不想要換電視? 因為不知道 對啊 這奇怪為什麼有錢不想要換電視 換成本就要換電視 所以啊 它不是只有在電視機 就是在年底台電視機狂賣 你知道嗎? 基本上什麼東西都狂賣 對 所以它叫做 叫做一個high season 一個消費的 就是一個很 很瘋狂的採購的季節 就是 在過年的時候 可是美國的這個整個消費的高點 都在高發電視機 並不是只有電視機 OK 這樣知道嗎? 所以 所以高點啊 在6.0 6.0 是季節性高峰 這個季節性像有多大呢? 怎麼去算是季節性像有多大呢? 這個效應啊 如果這個是 6.0 這個是5點多少? 475 5.475是這個 6.0是這個 我們如果要算出 把兩個把它放在一起算的話 我們要算出這個東西出來 使季節性的變動因子 這個多大? 這個給我們多少? 6.0等於5.47的成何? 從某一個季節性的變動因子 對不對? 所以那季節的變動因子 什麼呢? 3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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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除以 5.475 我得到右手邊 1.096 大家看849最上方 那一個表 所以我們這邊呢 放採購的時候 基本上是春節的時候 年中獎金到的時候 大家比較有錢去買電視機 你們家庭去買電視機 你們家是買別人 我現在是買旅行社的票 可以到國外去玩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 果然要有錢 再來第二個 你 不過這次發生在什麼? 但是第三季 第四季高點啊 第四季6.5 要去除以5.738 除了結果是1.133 看到沒? 這樣懂嗎? 以此類推每一季啊 它都可以算是一個季節性的 一個指標指出來 那麼這季節性的指標指呢 它在把它求一個平均量 所以同學你看看 所有的從 第一年的第三季開始 到第四年的第二季為期 這邊一共有多少個數據啊 一共有多少的第一季 有四個第一季 有四個第一季 有三個 有三個第二季 三個第三季 三個第四季 三個第四季 所有有關第一季的指標 是0.971 0.918 還有0.98 對不對? 第一季的數據是三個 大家看 八百四季中間 Table 17.23 17.23 17.23這裡頭 Port 1 Port 1 有哪? 有哪三比指標啊? 哪三比是Port 1 就是二 三 四 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的第一季 是不是? 然後第二季有哪些? 也是 第二年的第二季 第三年的第二季 第四年的第二季 對不對? 第三季的話 有哪些? 第一年的第三季 第二年的第三季 第三年的第三季 第四年他們有提供第三季 大家知道嗎? 第四季 第四季有哪些? 第一年的第四季 第二年的第四季 還有第三年的第四季 第四年他們有提供第四季 所有這些同一季的這些指標 把它相加去注意一下 你可以得到 代表性的指標 所以我發掘 所以我發掘 0.93是怎麼來的 一季的 0.93是怎麼來的 0.97 加0.918 加0.98 相加數以3 你得到0.93 第二季也是一樣 第三季 一四季都一樣 那麼這四個指標 算出來以後 我跟你講 還不夠 還必須要再把它 再稍微做一下按摩 按摩一下 讓它可以核到一個 真正相加起來 會等於四的 的指標 各位同學 0.93 加0.84 加1.09 加1.14 相加會等於四嗎 沒錯 正好等於四 可是小心 我跟你講 當你在除了 有時候除不去 你最後把它相加同 你要想辦法 把它變成相加等於四 有些時候 相加起來不會等於四 會差一點多 OK 怎麼做你知道嗎 每一個東西乘以四 足以相加同 不再講一次 你把這個四筆資料 每一個東西乘以四 相加總 得到一個總 總是出來 對不對 這總是出一組 所以這邊另外一個總 這個 不是這組 這個 不是這組 每一個 每一個時 每一個時 0.93 0.93 0.93 這邊一次 還有一個 東西是 換了多少 43 4 9 3 就是3.72 然後 這是多少 這邊相加 是 0.93 還有0.84 8 4 5 0.09 還有一個 1.16 這四個相加 點頭髮是7 對不對 我把3.72 這個東西存上4的3點圈 你出一個髮 為了這個P 現在你的P正好得4 所以事實上這個不需要進行進度處理 如果對於4的話 事實上是一樣的道理 對於4它只能回歸到0.93 它已經處理好了 正好相加會等於4 懂嗎 假設你是相加不等於4 假設是4.1 的話 你是不是叫除了4 4.4 所以它會回歸給你一個條等候的 懂不概念嗎 所以每一個量乘以4倍以後 成算的結果就出於它 四個相加總統量 四個相加總統量 如果它不是4.1 就是3.9幾 不是正好等於4的話 你出於3.9幾 它就回歸到一個 稍微大一點的量 最後你總之要 為歸到 變成每一個個別的指標 相加總統量會等於4 這才是一個正確的問題 否則你會做 創造出一些微微微量的問題 這個是這邊所講的 然後緊接下來 各位同學來看一下 怎麼樣透過這個 季節性的這個指標 去把你的 季節性的這個成分 把它拆解開來 剛剛我們是得到一個 季節性的指標出來 一點多以後 幾天下 我們再把它拆開 同學回到 你看850頁 這邊來看一下 你的Sales呢 真正的Sales是4.8 或是第一季是4.8 第二季是4.1 第三季是6.0 第四季是6.5 然後每一季 右手邊給它寫一個 Sysmal index 然後我們發覺4.8 是相應於季節性指標0.93 對不對 0.93 是相應於4.8 所以4.8 就除以0.93 出入犯人多少 4.8是實際發生的 實際發生 4.8 可是它是在有季節性的因素 0.93的催生之下 才得到4.8了 如果沒有這個季節性的效應 下來了的話 它的原型應該是什麼 它的真正的值應該是多少 5.16 5.16 5.16是怎麼來的 4.8 4.8 除以0.93 其它一樣 每一個東西 他們說 6.5 就除以1.14 會得到多少 6.5 是放大了1.14倍以後 才得到6.5 所以還沒有放大了 本來的原型應該是多少 5.17 所以每一個真正發生的數據呢 去除以它的季節性指標以後 變成回歸到它自己的什麼 原來的本來的 沒有季節性效應之前的 它真正應有的形狀出來 這個步驟叫什麼 這個步驟叫什麼 這步驟叫做去季節化 Decisalize 你先去把季節性的因子 串出來以後 然後你把實際發生的數據 除以季節性的因子 除以季節性的因子 好 除以季節性的因子以後 850頁下方 17至20頁的那一條 相當平滑的那條線 所以那條線跟 848頁的那條藍色的線 這兩條是不一樣的意義的 前面那條藍色的線 是問要算它季節性指標 而先把它求移動平均火 得到一個中柔線 得到中柔線 就可以算出季節性指標 算出季節性指標以後 就可以讓它去季節化 得到一個真正的圓形 真正的圓形 在17至20頁的那條線上面 然後再把這條線呢 因為它已經沒有任何季節性的 成分在這裡面了 想辦法從這些點當中 畫一條 好 回歸線 參與這些點 所以呢 你就做回歸 同學你看 你把呢 851頁 最右邊的那一行數據 跟T啊 T是什麼 T就是12345678910 一直下去的這個T啊 每一季代表一個T 然後呢 當作自邊數 來解釋你的 去季節化以後的數據 所以你會得到呢 大T等於V0加V1的面積 V0加V1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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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會得到這樣的一個 啊 這個叫什麼 這個就是 去季節化以後呢 去季節化以後呢 去季節化是這樣的東西 然後你 找一條 拍攝它的這條線 這條線就是這條線 去季節化以後的數據 正好可以找趨勢線 正好可以找趨勢線 這個是趨勢線 趨勢線 趨勢線 這是它的trend 正好可以找趨勢線 找趨勢線找出來的結果 所以我同學來看一下 報料 啊 報酬線的結果是 你 Decisimal line Cell 是什麼 是5.1 加上0.148 乘以小D 啊 這就是它的趨勢線 這個趨勢線呢 這個趨勢線 得到以後 開始就可以做預測 趨勢線 我們得到以後是 大T 這是 呃 5.1 加上 0.148 小D 各位同學你看看 現在如果開始要去預測 第五年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有什麼影響 首先我要預測的時候 先做什麼 現在你看看 這個趨勢線 是不是這樣下去延伸 延伸到 現在第五年 第五年的第一季 請問一下那個時候 T是多少 第五年的第一季 T是多少 第四年 第四年 四四十六 第一七 然後 第二季 第四十八 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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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把呢 這十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季 去得到它的趨勢線上 一個相對的值 算出來的四個值呢 就是 同學你看一下 八百五 所以它們所講的 Decisalmage Train 去季節外貨的趨勢線上的預測量 七六一六是怎麼來的 七六一六原來是 零點一四八 哦 我們看 T等於是七的時候 你的 包括 你的 5.1 乘上 零點一四八 乘於七 七點六一六對不對 T等於是八的時候呢 哇 七點 七六四 其他兩個 自己也算一下 它乘以一千 因為它單位是以一千為單位 所以事實上是 八百五十二夜 上方那個小表裡頭的 左左邊第三行所講的 七六一六 七七六四 還有呢 七九一二 八零六零 對不對 請問這些數據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個 趨勢線上面的點 那已經是代表實際發生的數字了嗎 還不是 最後還要在 還要在什麼 這只是趨勢耶對不對 還要在 層上什麼東西 季節指標 才能夠 具體反映出 它每一季的季節性 好 現在你看 七六一六還要乘以什麼 七六一六 是第一季啊 第一季的指標是 0.93 所以 七六一六乘0.93 得到結果 7083 第二季 七七六四乘0.84 得到結果是 6522 第三季 1.09 得到結果是 8624 第四季 去季節化的趨勢上面的點是 8060 乘上 季節性指標1.14 得到結果是 9188 這四個數據 是用 用 我們現在 時間序列的 這個 所謂的 季節性的 去季節性方法 的一個分解法 所得到的數字 老師這邊 可以提一下 請看呢 八百三十九月 是不是 七十十二 這邊有一條 七十十十二的事情 同樣的電視機的 銷售的數據 用 用回歸 這個利用回歸 所算出來的結果 對不對 算出來的結果 得到 這四條回歸線 剛剛是不是講過 這四條回歸線 這四條回歸線 季節那一條 是不是得到 加上 什麼東西 加上 6.07 還記得剛剛是得到多少啊 季節是 4.71 加上 0.14 可以提對不對 好 現在你把 17 帶到這個式子裡頭 幫我算 可能結果多少 4.71 加上 0.146 乘以17 得的結果是多少 7.192 是不是7.192 7.192 乘以1000 是不是7192 7192的數據是多少啊 去跟了剛剛 850月所得到的結果 是不是7083 剛剛我們那個數據是多少 用 用去基結化所得到的四個數字是 7083 6522 8624 這是用 分解法 好 這個是用 分解法所得到的 現在我們如果用 regression的方法 算出每一季 的那個 這個回規線 我們發掘 春季的時候 他的回規線 當帶T 等於17的時候 帶進去 我們得的結果是 7192 第二季是多少 大概18 18多少 6.67 這是6670 你 翻過來 大家看 大概40夜 中間數得到的 8.54 850 8540 再來 當你 T2020 得到 990 同樣的 夜市機的每一季的交錯 用兩個不同的方法 去做預測 都是在預測 第五年 第五年的第一季 用decomposition 分解法 我們預測出來 是7083 可是如果用 回規的方法 用Q1 Q2 Q3 還有一個T 上出來的結果 是7192 第二季是6640 最上622 第三季是8624 最上8540 第四季 第九一八八十三八九 這部分 課本呢 並沒有提到 但是我們可以這樣 體驗它 體照一下 兩個不同的方法 針對同樣的 一個時間區列 做出來的 預測方法 相差不多 你比較喜歡哪一種方法 那種方法你比較喜歡 我先告訴你 我們比較喜歡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比較人情味 你看 它先把它 算出季節性指標 然後 季節性指標 搞出來以後 去季節化 找什麼 找趨勢線 找趨勢線 找趨勢線以後 開始做預測 預測出 未來每一個 period的趨勢線上的點 然後再乘回去 把季節性指標 乘回去 就得到了 反應季節性 特性的 那個 預測的量度 那這個方法呢 既然比較方便 要回歸 而是比較剛性 比較技術性 所以你得到回歸線以後 然後一般辦法來回去 就得到一個取得 比較什麼 比較科技性 比較沒有人情味 這個東西呢 有人情味 有味道 比較具體 然後反應出 就像我一樣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我可說真的 感謝你 謝謝